開始吧 好 那個 團聖偉因為今天是我穿真影線的啦 那所以我就先介紹一下 這不是我朋友 他是立友 那他是說有個什麼人工智慧 學校 那你們就自己介紹吧 好 我先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是基於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然後後來才生得英文的校友 也是蕭董 也是長的校友 也是社會的儀式 然後我們基本上現在有三個組織 一個組織就是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那個是中野營業 然後六個企業贊助 然後所成立的一個學校的一個program 然後上面有兩個基金會 是課生會跟 執行單位是人人會 是 那 課生會裡面的長官 然後包含中野院的院長 然後還有副院長 然後 錦兒公司的董事長 然後還有那個和美院部門 這樣成立的 那我們校友的話 現在大概已經有六七千人 所以我們後來校友就組成 兩年前就組成校友會 那我從去年開始擔任了一個會長 那我們今年還成立了一個協會 叫做台灣人工智慧協會 所以這三個組織是很close的 就是學校產生了校友 那校友人數很多 那我們想要幫忙台灣推動一些AI的一些工作 所以就成立了一個正式的法案組織 是全國性的一個社團 就是台灣人工智慧協會 那今天來的所有幹部都是我們校會的主要幹部 那同時也是協會的主要幹部 就是兩邊大家都同時擔任工作 那主要就是說想說 因為我們的校友大概已經廣佈到台灣所有產業 公司大概就是有超過一千五百多家 就是在AI相關的領域 或者是在各產業想要推動AI的工作 所以在這一方面就是想說 很謝謝張醫師安排的這個機會 然後又幫我們提早安排跟台灣政委見面 然後就是看未來在 就是配合政府在AI的領域 那您是這方面的 等於是國內的領先 最領先的指標性的部分 所以想特別給您請願 就是說看以後我們這個校會跟協會 大家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配合政府的一些政策 往來推展一些相關的領域 了解 對 那相關的問題的話 那個就是這樣 我們這件事是 太乾淨了 我有之前有一陣問題的情感 其實是想要了解一下 跟政府相關的一些策略政策 那比如說在政府在推動AI的相關教育的時候 有一些什麼樣子的策略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怎麼樣來配合 這是第一點跟教育相關 對 那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的協會本身 我們有一個單位是專門在 跟國際上做對接 不管是引進AI相關的專家 那這邊做交流 還是把我們的團隊 引進到國外相關的AI團體 就是在國際事務上的推展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在一些幫助整個地球 防防這些相關的議題 我們可以做什麼 大概就是第三個問題 還有我們今天有一位農業專家 他是那個柳工農業 對 這老公是台北市農工農業產銷 主要我們在協助農產品的一些生產技術的分導 還有行銷 還有農產品的檢驗跟驗證 那我們大概三十幾年來也會持續在服務農 發展 這很棒 對 所以大概就是教育國際農業 然後還有政府如果對AI這個領域相關有什麼樣的政策 那我們都很希望可以做進一步了解 然後看我們可以怎樣來搭配 大家共同來推廣台灣甚至是全世界的這種AI技術的發展 這邊也有蕭董是業界的董事長 是 醫療AI相關公司的董事長 對醫療的話今天我們也想請問一下 OK 我先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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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像大家都知道你們做這些取消 其實不是業界配合政府 是政府配合業界 就是題目也是業界除馬 工業局當然有支計畫在支持 可是工業局的那個支持的agenda也是由業界來設定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大概在工部門這邊 我們希望看到的大概就是兩個 一個是說Value Alignment 就是說大家在發展AI的時候 是能夠像剛剛講的照顧到環境的價值 永續共融嘛 共融當然是社會價值嘛 那就是讓整個社會不要好像看到AI 就想到什麼魔鬼終結之類的 這個意志都還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大家看到AI只想到魔鬼終結成 或者想到工作都被取太廣 那這個對於教育是很不利的 就是都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所以這個情況下就是讓小孩了解 他說他從很小的時候就掌握 AI最需要的就是設計思維 原生思維的這個技巧嘛 那這個對於他自己 他的社區整個地球等等 後代等等 到底可以有什麼立即可見的一些好處 那這個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也是政府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越平衡越前進啊 或者是Digi Plus Talent啊 或現在那個數位青年轉身中資啊等等 大概都是同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學這一套東西是 雖然沒有像醫生的樣子去簽一個什麼 Deprocratus Oath 就是什麼就是 Do No Harm的那種誓言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 要要了解到說他可以為善為惡 那為善到底要怎麼為善 而且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呢 是就是整個生態權的善 那所以這個是Value Alignment 那另外一個 大家也都會想要解決的是 Accountability嘛 像我的就是在淡水坎丁那一邊 大概我阿嬤啊 這個外婆都住那邊 那外婆最近才去搭的那個無人車 就是應該是台灣第一個 就是從坎丁到旁邊的一個 shopping center 是完全在Public Road的一個無人車 他就覺得很棒 因為對他來講這個跟任何公車的體驗是相同的 而且他可以去接到就是不管行軌接運什麼之類的這種路嘛 所以對他來講這不是一個好像微科技而科技 而是說就是鋪到這邊就真的少這樣一段路 所以這段路有個Soferity 放在東西去彌補它 那像這樣子他就有一個很好的accountability 那如果路上碰到什麼狀況 那個手沒有放在駕駛臺上面的駕駛員 都可以就是直接按照那個車載也來告訴他的 能夠去說明給乘客說 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如果在那個路段上有什麼意外什麼之類 他就可以做一個逆途啊 或者是做什麼不同的安排 但是總之就是說他如果看起來他的表現 不符合社會對他的期待的時候 他總是給得出一個交代來 那所以給出交代的這個技術也是非常重要 那所以大概對我來講就是這兩個方面特別需要處理 那尤其是像醫療演喻 就是大家都有下載健保配通嘛 那健保配通裡面有健康存症 那現在五百多萬人都在看健康存症的好處 就是說醫師如果診斷代碼 可能R98B過敏 不小心打錯一個字變R99 不明原因死亡 那本來只有他跟健康署知道 那現在就是說他的個案也會知道 因為我會看到健康存症 那大家看到健康存症之後就會開始想說 那我如果去 他平常說跑馬阿松 那我可不可以運用一些就是Federated Learning 或什麼ZK Proof等等的這些方式 去確保說我的身體情況是OK的 那但是我也不需要透露更多的資料 去給這些就是半馬阿松活動的朋友 因為畢竟他不是我的主持醫師 他好像不一定拿到我全部的資料 那這個部分 確實就需要一個Privacy Framework 那就是同樣是給得出交代的部分 那這個我們在下一個理髮院的會期 會除了就是數位專責部會之外 也會有一個獨立的各自的專責機關 就是像我們GDPR相關的那一些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就會交遊 有點像運安會至於交通部 那樣子的一個方式來成立 那這個也是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如果大家想要處理的是跟個人有關的資料 而不是只處理 像空氣品質那種資料 因為像河流也不會來說侵犯他的隱私 所以就像民生公共電網這邊是絕對沒有問題 只要開始有PI出現 我們就需要一個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那所以Vero Alignment這邊 我們大概都是用電腦國園去把目標 就是以為了折向SDG的方式 那這個accountability剛剛大概講過了 所以目前大的方向就這樣 大概三分鐘就可以說明了 我個人在美國為主有醫療科技的 就是針對癌症基因檢測 跟二代社區相關的公司 成立的事情 我的團隊是NH團隊還有NASA團隊 那主要還是以生計為止 那目前來講跟AI相接合的 就是NASA還有Fishing這個測試 這個就是我們在升級 創新產業裡面的女環 另外一個我有一個傳統產業 就是做傳電的群聚集了 這個就是產業的創新 那我在想說AI絕對是產業創新 但是它如果能夠造所有的人群 它就會變成產業革命 就要成為鋼手機的 當然生活的提升 或是被人合來或是其他人 那就會變成一個產業革命 就像過去的電腦 手機 然後現在路人車或什麼 是這個情況 那它需要一個平台 那個平台 我為什麼說 說那個群聚那個部分 可以成為那個平台 那個平台就是必須每個人 你一定要使用的 它有機會成為平台 那床墊是每個環站都要睡覺的 所以床墊是一個很好成為平台的一環 會類似過去的手機或是PC甚至是車子這樣子 但是床墊 透過床墊來偵測 所有的這個生育資訊 這個就可以連結到健康循環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有跟台北醫學院在合作 針對一些疾病能夠早期發現 然後它一些症狀會形成 那這個的東西就牽扯到這個個人機密 所以變成說那將來可能會連結到 除了醫院以外還有保險公司 甚至健保署 然後如果說透過這個平台 在平時你可以偵測到的話 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早期 除了早期發現的疾病 還可以作為一些醫藥方面相關的一個協助幫助 但它要落地就很困難 就是如何讓這個床的偵測 因為它是個平台 透過遠端然後調控這個床 或是這個臉端來監控 像以這次COVID-19來講 我們的東西偵測之後可以偵測說 哪一個都市的哪一個 譬如重戰區哪一個區域 哪一個里哪一個號 它有咳嗽 然後哪個地方有咳嗽 公平那裡最擔心的大家最害怕是射擊感染 射擊感染會害怕是找不到來源 但是我們如果可以有這個真實的話 當我們發現有射擊感染的時候 我們去回那一天是哪幾個地區 有咳嗽 有發燒 那往前追就會追到那個來源 這個就比較符合這個公衛的一個架構 那所以其實透過床來做很多的管理 健康管理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那我們目前在房中在做應酬 然後跟理學院跟各大醫院在做 但是要落地跟政府連接這一塊 就不曉得從哪一個圖案 是這樣 事實上我認為這個平台是很好的平台 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只是Sensor的話 為什麼需要抽床墊 為什麼不是床包或床單就可以 那個是等於是你完全靈感到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會放在床底下 床底下 床裡面 床那個 因為你不會去壓到它 壓到它你會不舒服 所以它是透過光線也好 或是是壓電 導電磨滑也好 各種方式也好 那你完全沒有任何自覺 不用穿戴 完全沒有任何自覺 就是不會影響你任何人的生活情況之下 然後它說 它可以做到這個 那你用床單的話 或者枕頭、底部等等 就是你覺得你還是可能睡著的時候 就不小心把它就是移位而骨 那樣 對 那在床墊裡面設計就會不會受影響 那你床單 你還是管 管動 或是怎麼樣都 比較不準確 那我講的是這個概念是 必須要 完整的必須要有一個平台 那我覺得最好的平台就是 你的床墊 因為你每個人都必須要使用它 你像你去醫院 透過醫院做健康存折 你還是要跑到醫院去 那醫院 你對你個人來講 要有時間上的允許 而且要經常跑 你也不可能 常常能夠持續到醫院去 所以居家的是最方便 最及時或是最完成的 那醫院也沒有那個空間 也沒有那個時間 來幫你政策這些東西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透過你平常生活 你完全連干擾之下 直接傳入傳送 那只有差一個就是個人基因 那如果能夠結合到 政府機構的話 那基本上是 完全沒有任何改變之下 所有的東西都在廣告辦 例如任何的疫情 我想將來傳染病 這種疫情 可能會不死的出現 那現在這麼 世界結果這麼嚴重 如果這方面的 這個創新的想法 如果它能夠成真 或許可以成為一個革命 不過我還是不是很確定 因為我就是昨天晚上 是睡在台中 是睡旅館 所以我還是想問一下 就是說對我來講 等於是說 我如果已經習慣你這個床墊 我要先去台中 找一個專門有附屬你這個床墊的旅館 去睡這樣子嗎 因為傳統上 好比像說 如果是智慧手錶 或手錶或手機 它主打都是可惜性 那承然當然 就是我睡覺的時候 也許會碰到什麼 但是大概都還在 可以管控的範圍之內 就是顏色還是可以修正掉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我就算今天睡台中 或者我明天去哪裡出差了 那至少這些東西都很容易帶著 因為我平常 就一定會帶手機或手錶 或手環 對或念書 就是不管你要把它變什麼樣 或有些人把它變成平安符 對那但是床墊要怎麼帶呢 手錶還是要有購買 還有主持商對咳嗽 我認為這一部分的政策線 可能還是有點問題 而且它很多是都電子或是光學 我想那個有像那個誰那個 Apple不是有一個光學 它那個人生的 那個裡面有裝電子 但是咳嗽還是有困難 對 所以要針對到 我們現在的川移民 大概很高級的肺部 所以咳嗽真正比較準確 應該還是什麼 那另外一個就是使用對象來講 要全民是有點困難 當然就是說像你已經 已經得過了 然後要追蹤你的情況 這一部分就可以使用 另外一個有集中的那個重心 像你現在隔離的 集中的那個地方也可以使用 那當然需要推廣 製豆本都需要推廣 因為很多人還是不習慣穿戴的 而且老實說 它的主缺性還是有問題 尤其咳嗽它 我們目前來講可能 這沒辦法 嗯 因為COVID我想發燒是主要的事 如果用咳嗽篩也不一定真的那麼準 那所以 當然就是說 我們現在想清楚這邊 都要兒文槍自己量一下 這個當然是確實 我也同意說 如果每天晚上都一定會被兩個 七八個小時的咳嗽的情況 那這確實是對於公共衛生 當然是有幫助 我的Point是說 如果變成是 澳洲政府要求 所有怎麼樣呢 所有入境的人 在建議旅館的時候 一定都要就是兩側 就是他睡著的時候 一定要兩側 七八個小時 他的生理狀況 您剛剛講的場景是這樣 那我立刻就可以想到說 那有些人就會說 那他是個取睡沙發 因為就是 防疫旅館也是有沙發的 或是自己帶一個睡帶回來 就是說 立刻就可以想到會有這個反應 所以接下來要怎麼樣 我們就拿手銬把它靠在廠商 還是說不睡廠商要發錢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這個 實際上那個場景會變怎麼樣 像我們現在隔離 你一定是要戴手機 就是要兩體文跟戴手機 對 很多人是手機拍的時候 就跑掉 或是我們是手機 刻意違反的 那當然是 你沒怎麼辦 但是我們是規定 既然你是規定之下 你就應該去 而且你沒有測到 表示你沒有躺在 了解 沒有躺在上面 那我剛剛再補充一下 它不是只有針對咳嗽 它也可以針對發燒 對 只是說因為現在很多傳染 它是沒有發燒 就會傳染 那很多是以咳嗽為主題 那像我們那個政策裡面 它就是咳嗽的 哪些人是咳嗽的 哪些人是發燒的 哪些人的症狀都有 都可以針對得到 那這樣的話 真的公共衛生來講 可能就會有一些相當程度的幫助 那當然將來如果推廣到 你跟任務它是健康管理的產品 那當然越來越多人就會跟這個建議 這是需要推廣 即使手錶也需要推廣 都是一樣 可是當然手錶的一個特色是說 它的主打就是說 它其實不會把這些交給政府 但是就是完全是你自己運用的 那你願意分享的時候 要不要有人來醫療找到你 那你就上面可能有APP 去把你之前的路徑 或什麼東西去整理出來給它 但是我想大部分的時候 如果你是買蘋果的手錶 就算連蘋果自己它都主張說 它其實不會知道你心跳多少 或者你有沒有發燒 你有沒有咳嗽等等 那這是蘋果主要的賣點 那我想如果蘋果今天是說 它什麼都會知道 而且會跟你的政府講 那大概蘋果也很能做這個生意 因為蘋果它的重點就是在 它不會去跟政府分享 就算FBI 以我這個平台來講就是說 它會在它的 在APP裡面看到它的情況 它也可以不用分享到公司或政府 它可以選擇自己留下來 然後這個資料就可以 那它可以開放裡面政府 都是可以的 那只要我們那邊是可以做選擇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的預設是 它是公共衛生的需求 所以說你是說 如果疫調的這個目的出現的時候 你要回溯的去把 14天之內 不管是在防疫旅館 還是在居家檢驗 還是一般社區裡面 用你這個產品的人的實際 咳嗽跟發燒情況 去把它調出來 那這個時候 大部分人就會問說 那我當時並沒有同意分享 為什麼疫調能夠調出來 那你當然可以說 因為公共衛生的目的 因為什麼東西 把一開始的那個 執行同意蓋過去 那還是說 其實我剛剛聽說 你並沒有要蓋過去 只有願意參加這個研究的人 才會分享 那這樣的話 這個就是你剛剛講 大規模部署 變成沒有什麼原因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會分享 是 如果是經過診治以後 不分或是進來要可疑 這個就是可以強制性的 那其他的當然他可以不用分享 如果要架構另外一種 就是區塊鏈的架構 你可以透過這個區塊鏈 你要分享 你可以分享 當然這個就會 失去我們剛剛講說 政府可以直接來監控你的情況 這部分是一定是存在的 就是他如果沒有疫苗 政府是監控不到 對我們剛剛講區塊鏈的意思 每個床去存別的床分資料 是怎樣 沒有就是一個人在區塊裡面 辦人的角色 這個資料屬於個人的基因 你要share給誰 你自己可以決定 那當然你自己決定 有些是有價值的 可以賣給政府的 或是賣給什麼的 那用些他是不願意 你就沒辦法分享 但是這個跟區塊鏈有關係 區塊鏈作為交易的場合 作為代幣 作為Utility 還是作為股票 就是說區塊鏈有各種用的方法 你的意思是用作為什麼 理論上是要跟某些價值結合 然後你可以去跟他們的價值去做 這個是另外一種架構的想法 就是資料定價模型 定價意思就是這樣 像現在很多基因檢測裡面 也在思考 透過區塊鏈的方式 我要研究基因理論 那你share給我 大概你就可以得到新價值 這是在癌症基因檢測裡面 另外一塊在思考 在進行的 所以你們用的是什麼 供鏈像以太坊 或者是思戀 Hyperledges 加一個 就是床片床之間的思戀 還是怎麼樣 床的部分 床的部分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偵測之後 我透過這個 透過WiFi也可以 透過藍牙也可以 然後傳遞到雲端 傳遞到雲端 傳遞到APP 然後到雲端 然後APP的部分是屬於 你自己可以控制 那到遠端的部分 就是你願意share出來 那通常願意share出來 我們因為還有其他服務 什麼叫服務就是說 我們跟醫院合作 然後譬如說我們的血管疾病 在任何疾病的一剛開始 一定有些症狀 那早期發現你願不願意 跟醫院合作 保護你的安全 你一有發現就可以去診治 或者是怎麼樣 那很多人當然是 我這個部分對我來講 不是很重要的機密 我跟醫院合作 我讓我各種疾病的早期發現 是他認為很重要的 所以他的這個部分 就開放給我們這個型號 這樣子 但在這裡面就不需要區塊鏈 聽起來像傳遞的疾病 你的疾病跟醫院分享 它是一個concent structure 它就是你這邊有願意 你可以證明它願意 這個區塊鏈 對 我如果把它切成兩 那一塊是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 我剛剛講 就跟區塊鏈無關的 就是說 你為了你的健康管理 對 或是說我們會偵測你的稅務狀況 然後去調整你的床墊的頻度 每次都在偵測你的稅務服務 那這個就是健康管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個我等一下可能要下台給他 所以我先給你開台 另外一個是公衛方面 對 公衛方面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可能透過區塊鏈有模式 當然另外一個也不需要區塊鏈 就是說 他如果月曆 或是政府強制的部分 那一部分是可以先做的 那如果說區塊鏈的部分是給他一個選擇 你要不要區塊鏈 如果說不區塊鏈 我們完全不考區塊鏈也可以 就很單純 政府強制的是一部分 你願意提供給政府的是一部分 那這個是針對公衛的部分 但個人健康管理的問題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這是我跟醫院合作的部分 因為為了你各的疾病 各的疾病早期提早發現去診療 那他如果願意的話 他當然就會先給醫院合作 這就是說 如果他對他個人的醫生已經信任了 不需要區塊鏈 因為他這不是交易關係嗎 不是 比較像信託關係 就是說我托付我的資料給你這個醫師 但他也不能拿去轉賣 這是很明確的 那剛剛講到的公衛的強制性 當然更沒有區塊鏈的必要 因為這是類似像就是 就是隔離一樣的東西 對 然後在這個中間的是說 我可能怎麼樣呢 代價而不 定個價錢 當然不來買還是什麼 就是說 我不是很確定說中間這個交易機制 到底是怎麼回事 區塊鏈的部分 好像才有代價而不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那以公衛另外這一塊是政府希望他去實施 那如果以個人這一塊來講是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的健康 他可能要付費 他付費給醫院給我們 這個在做健康管理的這些 對 所以就是中間這個交易的部分 聽起來就 你說正在部署的那些可能買資料的人 他的形狀 我剛剛一直問是因為我一直沒有聽清楚 那些可能買資料 但是既不是我們防疫指揮中心 也不是你的醫師的人 到底是誰 我們剛剛的話題抽出了一個奇怪的 事實上 如果像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用癌症基因體的總部來講 他就是有些研究單位 他會希望買他的基因來做研究 對 那個部分就是你願不願需要 給這些研究單位去做研究 這樣 那是另外一個 這個區塊就是進入 我願意提供給研究單位做研究 還是我願意提供給這個研究單位做研究 他是哪個部分 是一般性的concent 還是一個特定研究計畫我就加入他 對 通常像如果去外的人 就有人會進來需求 對 然後你願意你就share給他 所以會有不同的單位進來需求 了解 對 所以就是說你目前已經有這樣一個平台 還是正在建制 沒有正在建制 那是針對癌症基因檢測方向的 那跟我剛剛講那個傳統產業 來創新這一部分 用床墊來做平台 我是覺得是很好的平台 因為他有他必要因為每個人都要睡覺 所以他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點 對 然後那一部分可以利用 就是所有的人 他很希望他能即便早去發現 所以資料會存在到醫院 那這醫院可以跟政府合作 當我們在查哪些傳染員的時候 他就可以從這裡面來看看 什麼時候哪裡是最先發生的 那這對公衛也是很幫助 我理解了 所以其實就是大部分還是要經過他所信任的醫院 當作一個代理員 聽起來是這樣 不是說一下子就全部丟到公開市場上去拍賣 沒有沒有沒有 OK了解 對因為如果在台灣 就是丟在公開市場上拍賣的話 我覺得這個社會成長性比較有限 所以比較少人會把自己的這個 每天的有沒有發售有沒有咳嗽 想成是說我要放在公開市場上 代價而顧 當然就是說 如果有就是玩過戀拳的人 當然是很熱衷這一套沒有錯 就是大概什麼都可以評價 什麼都可以協議跟成長合約 對那但是我覺得我們一般的民意 對這個並不是非常接受 GYLINK 就是剛剛談到一個機密保護的部分 忽然間把我們常態症經檢測的概念 拿進來作品給保密 但是其實上次可以不考慮這一塊 很單純的就是這個平台 你如何來透過個人的健康管理 政府來跟醫院你跟醫院來合作 然後也進行到除了你個人健康管理以外 一些注意 對因為目前健康存摺 它已經有包含SDK 就是你可以分享給院所 那院所其實它也可以透過 就是血入健康存摺的方法 其實有一些嚴格來講 已經不在健康體股範圍的 那但是如果你做這些相關的檢查等等的話 健康所還是提供這個儲存空間 所以包含好比像說做X光檢查 那其實他本來做檢查的時候 可能他只是我不知道來看牙醫或什麼事 但事實上那個X光檢查也可以用來判斷 你有沒有得肺炎 就是有沒有得COVID 那所以像這種健康存摺 他用手機直接下載 然後可能在他本地段 跑一個AI的程式去判斷說 那我剛好最近也知道熊熊還X光 我看起來像不像有的肺炎等等的這些 其實現在已經都是現有的功能了 就是現在都已經可以使用了 對 所以我是覺得至少 如果你有經過院所 這段我想是已經走通的 就是健保署已經完成了支援的 對 那至於就是說強制說 防禦旅館裡面要放什麼 那個大概就是屬於指揮中心的權限 我就不方便評論 就是因為我知道有非常多技術上的solution 包含手環什麼東西 他們都很多人去跟指揮中心健保過 那他們現在挑現在的這種configuration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在地震前幾秒 接收到過西方警告 那也有過就是颱風或者淹水的時候 那個災害前時的警告就趕快撤離 不然的話可能要淹水了等等 所以那對於我不特別裝APP 但是按照我的value位置 偶爾就會收到一些檢訊 這件事情是以前很習慣的 所以等於是剛剛你剛剛講的這組合 他雖然有一些問題 好像兩隻手機啊什麼之類 但是至少只是沒有教育成本 對大家來講 這是一個現有的就是土石流 或者是地震的災害 你只是把那個礦點的位置稍微改一下 熱程居家隔離的範圍 那其他系統是 包含他設置的那個 他們跟什麼一直承通那個Line 什麼之類 他都是沿用本來就有的概念 像我們拿健保卡賣口罩 是用慢線的同一個界面 就是慢性處康前的藥具 的同一個界面 都是讓社會上面的解釋成本能夠減低 那現在當然如果忽然發明說床變燈 雖然理論上他沒有維護成本 但是如果他有誤判或者是說 就是理論上他還是可以說 那你現在涼色是這樣 但是我的手機涼色是這樣 到底哪一個對嘛等等 就是他會有一個誤判的一個狀態 那大概都不會是你們的問題 可能是他手機壓油的問題 或是他手錶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當數字不一樣的時候 指揮中心就有一個交代責任 那這個交代責任如果是一個崭新的 在疫情前大家還沒有用過的技術的話 這個交代責任的成分非常的高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 像蘋果或者蘋果都已經有一個 Notification API 就是他可以去回溯去看說 你附近有接觸或哪些可能有確診的人 然後他可以在不傷害隱私的情況下 去主動控制你 那其實像都已經他們都做出這種APP 都已經做好 但是在台灣就是沒有rollout 那當然一部分是因為我們並沒有社區傳播 但是要一部分就是說這個在疫情前沒有 所以你要說服大家這個的成分特別高 所以我剛才是說 台灣我覺得比較沒有這種 就是只要新科技來 我們就要就是迎合新科技 對那種社會常規 大家都是花了五年十年 開始習慣用健保款去拿買新廚房錢等等 所以我們這次防疫的management 大概都是沿用本來的接觸點 然後去改後面連接的邏輯 但是不是說你這個想法不好或怎麼樣 只是說我們可能在這次以前還在發生的時候 很難一下rollout這個科技 對 對不起想請教一下鄭偉就是說 剛剛你一直有提到健保卡 那你們的同學裡面也有提到說 在健保裡面的資料的使用 這是一個一直是一個議題 因為這關係到這個privacy的issue 就是說如何讓我們有在研究AI這些同學 或者是公司能夠取得這些大權 你下去健康存摯然後自己道歉你自己的同學 可是要你能夠撤你自己來 你沒有辦法撤全台灣的 你可以校友會每個都來捐獻你 校友會不是人很多嗎 對 我就總是要從自己做起來 就變成是自己要去發動 對 因為就是剛剛講的兩個 就是它有符合共同的價值 跟給得出交代 那我想給得出交代 確實健康存者 它還是給得出交代 因為它可以說 只有你的主治醫師 跟你自己才能夠下載 那現在是說 如果你現在想要取得rollout data 去做別的事情的話 那這個給得出交代的責任會變得非常高 因為它不像我剛剛講說 只是跑馬拉松 確保我有沒有一些 就是發生疾病 那我會考慮一下阻辭 這個 這個它可能用 如果要說取回 用ZKRP 就可以算 它其實根本不需要我的rollout data 我大部分rollout data 都不像說 我照了什麼胸胸胃瘍片 跟它一點關係都沒有 什麼牙醫的糾診紀錄 什麼之類 它根本不需要 那所以 如果你一下子就說 但是我就是要rollout data 因為說不定這個模型 會identify true log effect 那這個你的說明責任負擔會高到 大概一般是不會成功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常常是看到一個情況 是反過來是open algorithm 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一個訓練的方法 這個方法 我們交給每個醫院或診所自己去跑 那我可以證明說跑出來 不管它是後兩個layer也好 或者它用differential privacy 各種方法 出去的東西都是統計資料 那絕對不會有rollout data出去 那它只要能夠證明這件事情 你還是可以用形式一樣的方式 對那但是這也是一個過度的階段 未來可能就直接在你的手機上 或者是在健保的那個 就是治療中心 它可以跑 好比用說fully homomorphic 可不是 那這樣子的情況 雖然很少去CPU 對 或可以證明說這個你的朋友 完全沒有辦法讀取到rollout data 所以以前differential privacy 你要真的很大量 要先出來取出一點點 那如果之後是用fully homomorphic 那你就算是各位校友 自己願意你自己拿個對身經驗 加密一下自己的完整的健保的健康存症 那因為就是大家都學過原算法 了解fully homomorphic 可以給你補上怎麼怎麼運作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那我加密過的部分就交給同學 都不會怎麼樣 因為反正最後對我有用的部分 我要用我本來的泥尿才能夠解開 你的運算方是絕對不會存取到這個資料的 所以像這些建築材料就是叫做PET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那我覺得這個是健康存者 以我所知 就是健康所存 國際人數都非常感興趣 因為誰也不想要當那個權有權無 就是你就對他全部給或者都不給 但是這個其實是沒有必要的一個 對 你這裡有個實際上的許久 是來自於校友 他是一個微強電集團 跟微康晉能 他們在推出一個智能與地的過程 然後他們遇到資料整合上 那請說 我們現在政府提供的是一個健康流電的SDK 對 那個 那個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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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有沒有可能就是在一些技術支援上 可以支援到更多的 framework 或是直接提供 API 讓大家在取用資料的時候是更加方便 所以具體的來講就是說 他們希望有一個在Windows Surface 還是什麼 還是就Windows桌子 KPOP的SDK 它是一個 framework 然後叫Microsoft 然後叫做SAMRINE Forms 我知道這個 framework 對 對 所以可能 因為大家各自用的技術的東西是不同的 那如果說以目前的SDK來講的話 它們很支援的其實是埃卡有什麼 嗯 嗯 嗯 就是說SAMRINE Forms 當然它就是一個做UI的一個方式 對 對 所以它不知道如果它在Android上的話 那它也可以去 就是用 就是Android SDK 用Native 有一個橋接的方式 就是那個 畫面 然後你可以想說你整個登錄 它要跳一個Google登錄或Facebook登錄出來 那那一頁當然不可能是SAMRINE Forms 那可能就一個workkit 就是一個網頁而已 那你做完登錄之後再回到SAMRINE Forms的那個Native SDK 因為我們現在健康存存系統的SDK 大概就是一次性的授權嘛 那授權之後它當然可以撤回啊等等 但是這個開發套件 它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其實就沒有在管別的前段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它並沒有去管你的前端 再往前面或再往後面是怎麼樣 它只要中間有一個流程能夠取得那個File Ticket 那大部分後面都是你的後端邏輯去處理的 它前端其實只是一個Concent Structure 就是確認你安同意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當然我也可以問一下這個健保署 但是以我的理解 就是目前在上面的那些第三方的App 就包含這個治抗糖啊大树健康啊什麼變子保帶氧氧氧氣啊什麼之類 大概也都就是各有各的開發方向 對所以應該比較是說它要想清楚就是說 是它在它的管理的某個功能裡面 它忽然可以匯入健康存折 那這一段是不是就跳出去 然後就是一個專門收集它Concent的那個界面 然後再回來就好 是不是不一定要內潛到裡面了 對 這樣公共會有那個User Experience的那種 對這個就比較差 這個我也很同意 對那如果就是要一個比較完整的Concent Structure 可能就是要參考MyData 那個MyData.nat.gov.tw 它是一個數位服務個人化 那可能就是變成是你在那邊先全部下載 再全部拋轉到你的那個App 那這個反而又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從那邊去 就是說我們會有User的問題是說 你的體驗到中間 然後你要收集突然要收集Concent 那所以你就會覺得很作惡等等 但是如果現在就是你一個普通的體驗 但是你說By the way 你去這個數位服務個人化平台 你只要Authorance我們這一個 那你就可以匯入東西到就是 它不像說健康存折的藥力什麼病例等等 到我們的App裡面 那這樣子就是兩個入口 其實你本來App還是遭用 那但你可以提醒說 如果你要接鎖這部分功能 那請到說服務個人化網站 下載你的藥力並且上傳到這裡 那這樣反而又沒有UX的問題 它說不定下載上傳是用電腦做的 也可能好 但是它不會變成它在App裡面 要完成全部的事情 我是覺得這個是已經有API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說MyData portal 是完全才剛開始新的攝影院的東西 所以我想大家用的機會就是會 未來會越來越多 那之前會不順 大概也是因為TW FIDO 或者是什麼健保卡還要讀卡機 因為健保卡不能改印 什麼之類的 但是就是說TW FIDO 也只需要設定一次 設定一次之後 就是用一般FIDO認證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嘉義師還是會越來越順 對 謝謝 另外想請教授 就是說 我們以政府來講 現在我們知道是有像AI和AI GO這樣的車輪 那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相關的AI的一些推廣的規劃 以我的理解其實很多都是在 就是由產業來出題 然後想要學的人解體的這個形狀 因為用書學校非常成功 所以有很多計畫都是這個形狀 那但是說要解題的 他比較說各位可能是比較資深的經理人 那他如果是應屆畢業生要去解題 那就是另外一支計畫 對 那或者是說他不是應屆畢業生 他甚至是高中生 那他想要在書期做一些解題跟選 就是他以後大學去念特定科技以前 他想先知道業界在怎麼樣使用AI技術 那說不定在高中生大學這邊 也有另外一個類似很像夏靈寧那樣子的東西 Digi Plus Talent就是一支 然後其實真的非常多 然後我覺得他的形狀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那可能也是有一個路徑選擇 就是一開始有一個很沉重的案例 所以大家都就是用人工智慧選上的案例 對這邊跟鄭委報告就是說 我們最近跟那個自社會有合作 對 我們在10月份會有一個黑客松的比賽 在這個黑客松之前我們也會舉辦蠻多的活動 七場這樣子 那我們是想說是不是有機會 所以我們在舉辦黑客松的時候 我們可以請鄭委來幫我們做一個指導 可以啊 就是我反正你們三都來這邊 那這樣 之前社會主持新家也有來過 我們是17學長 對 可以啊 就反正你們都有我們影片 所以如果有什麼規劃可以寄給我 其實那個活動是滿大場的 可能是上百人的活動 然後有可能經濟部工藝之下 有一些不同單位的證管都會去 只要不要叫我當平常打分數 我都可以打 我從來沒有打過分數在一個時候 那可能給我們一些指導 或者是有機會可以邀請來參加我的活動 給大家一些指導 不過你是已經有確定日期了嗎 日期應該有機場去選擇 有機場已經排了 829金龍 919零售 那10月中移料 829 829金龍 919零售 那10月中旬的話 10月的那個 然後10月 10月的黑客松決賽 應該是10月17的 OK 對 千兩個我都 千兩個我都已經排了 對 10月17的決賽 明山公公物聯網的復選 等於也是決賽 我10月17、18都已經被礦給你 明山公公物聯網 對 好像是8月 先到先 20 8月20下午有那個AI OK 對 我現在大概就是要到10月初才比較會有空 就是我接下來兩個月大概都滿滿的 但是 如果有些書面的資料或怎麼樣 我當然可以幫忙看一下 對啊 謝謝 謝謝 那我想請問 請問 她是在那個台大醫院走行 對 就是剛好 因為現在我們也是在負責 就是台大醫院的智慧成績的計劃 那 我想瞭解就是說 就是 未來在就是 疫情管理 因為不可能一次守護 但是如果 為什麼不可能 目前像比如說在國健署 環保署 或者各院署 之間的 在像資源這一塊 是不是透過 資源什麼都不透過 那再來就是如果 如果是在未來的 是跟環保署什麼東西 不是 健保署 不是 健保署 國健跟健保 國健署是存進健康存值 健康存值是會流氓 所以國健署它有一些 我不知道 勞工檢查還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 只要會產生資料的 都可以存進健康存值之類 是 那所以像院所之間 跟 像國家的醫療 對 之間的那些 像資源的 就是 資訊的交通 是不是 好比 像說什麼 可能要舉例 如果是X光片 那個早就不通了 就是像 醫療資源 因為其實我們 應該院所最擔心的就是 到最後就是 醫療系統是 事物崩潰 然後是層不住 好像有不大力這樣子 也就是說指揮中心 有沒有一個調度的開放 直到美甲院所 目前的容納量 小福亞病房 那個有 那因為像 是只有在彰化才有開放 就是萬人不散 那 那 你說抗體嗎 對 對 其實我也想了解說 比如說未來這時候 智慧醫療這一點 怎麼樣就可以降低 就是醫務人員的風險 然後再加上 如果突然即使 進入這樣子的 就是需要看著 對 就是那個資源 那 你的意思是說 已經在社群男人階段 然後 我們要省醫護人員 讓他們免於崩潰 還是說 還沒有進入 社群男人階段 然後就要準備做什麼 抗體選擇 有沒有 例子一些 就是這樣的 準備方案 就是可能 即使是現在這個 那未來如果是已經開放 沒有要開放別機 假設這件事情 沒有要開放別機 沒有要開放別機 就沒有這件事情 我想他也是應該說 就算沒有開放 但是如果有一個萬一發生 運氣不好 運氣不好 怎麼說 當然是可能運氣不好 就像剛剛講的 有人帶三次手機進來 結果只有 兩次手機放在電子圍裡裡面 然後另外就亂跑 當然就是說 一方面 我們其實蠻確定說 有社交距離加上 口罩 加上合照信心手的 三個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 二次應該是小雲 那所以這個情況 就是完全看大家配合程度 那如果 因為天氣太熱 所有人都不戴口罩 那當然阿智就太容易了 那運氣不好的情況就會出現 對 那運氣不好的情況出現 以我的理解 就是 在 現在 就是我們 所謂未雨成縫階段 能夠做的其實還是 比較像是 微腳這樣子的活動 就是 確保所有人都了解流行病學的一些基礎 然後 了解到說 有無症狀的感染者 了解到說 我們進出 要感應一下體溫 這個還是不能免掉事情 十連制 就算只是留個逆程 還是要留逆程 不然 連合不到你的話 就是大家都會一起 就是很不妙 等等 所以這些我覺得 其實你看指揮中心 大概 大部分就是在想辦法 讓大家 有點像是 之前每天開始 都會說 有點像是那種科普代裝節目 就是要確保說 每個人都了解 基礎的傳染病學 那 以至於說 大家才能夠應力質疑 那這個也是 國際上 有時候覺得很厲害 就是說 台灣連酒店跟這些總會 都 是防疫國家隊的議員 這個是 大家很能想像一件事情 對 但是真的做到全民 沒有什麼地下社會 的這件事情 對 那所以 我覺得現在 我們focus在這個上面 我覺得它 攤體來講 會 回報率還是最大 比起我們 當然之前 也有做過一些 什麼封城的演練 或者說 真的發生什麼時候 我們怎麼把 好像一個市區 切成幾個 有點像是 互相 互從別的區域 每個區域 都可以自己自足 就是有足夠多的 生活機能 但是 你只要很策略性 把捷運幾個站關掉 那就可以達到一個 自足性風險 所有其他人都還是在 就是只要保持 治療區域就好狀況 那只有這個中間 這一小群人 跟可能一兩個責任醫院 要負負比較大的 這個負擔等等 那這個 以我所知就是 在社會中心那邊 他們也有請 就是包含 文衛相關的專家們 有泡過這些 simulation 就是那些 model 他們實體手上是有的 所以我是覺得 等於這些都被也不用 就是理論上 不要走到這步 那在走到這步之前 我還是覺得 衛照還是很重要 而且 大家現在 一直有很有創意的方法 做衛照 也不是只有總裁在那邊 做衛照 是大家都有幫忙 那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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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確實 就是說 就是不可能一直走過 這個 心理上面 確實是如此 那但是 我想 疫苗不管是 說什麼年底 或者明年年初 或怎麼樣 它也不是真的 永遠無期 對 所以我是覺得 真的有出國的必要的 然後 即使疫苗最後出來說 只能有三個月效率 什麼四個月效率 那 那就這樣 我想要出國 應該是會去打一針 我自己一定會的 我自己一定會的 疫苗的 那個有效性的 有四五十八的 嗯 是不是所有的打疫苗 覺得有效 不過這個也要看它的那個方法 就是變的 對 就是說 因為現在SARS2.0 那等疫苗研發出來看 有時候變202 23 3.0 那這個也是要考慮的 所以當然 變數是非常大 如果它一直不突變 那當然年底 可能就有某些 選項可以用 但如果真的突變了 那可能 很多也要回來重新討論 對 安夜一定會突變 當然會突變 這是多快的問題 對 那如果再給你時間好了 對 其實剛剛其實有提到一個區塊的問題 對 那其實台灣農業 因為我們目前跟美國還有日本 關係還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要跟你們農業 農業股價有機驗證 其實台灣認真過的 每日他們是認同 對 所以另外一塊 其實台灣 除了有機 我們還有一個產效率 對 所以這應該也很清楚 我們目前國內產效率 就是你從生產的過程 到運效過程 那些Data都要做相識的紀錄 而且要上傳到一個公開的學長去除 那這部分跟國外比較 可能後續要接軌是區塊鏈的應用 例如說國內也有人在做 例如說這一塊 因為如果我們未來想要提升 我們台灣農產品的一些競爭力的話 導入區塊鏈到產銷履歷這一塊的應用 那國家的層級有沒有去 不過導入區塊鏈意思是 他不是很相信農委會對不對 因為現在上傳之下 還是有可能被創改 那有些國際 據我了解 國內好像有幾家區塊鏈的 你說被農委會創改 意思是這樣 駭客可以算 駭客可以算 因為如果是像健康存折 那有時候也會創改 像我剛剛說 這個醫生不小心寫上R99 那他就得創改回去 趕快變上R98 那就是說有時候他會登入錯 那登入錯當然誰有改修改的權限 那我剛剛講說 就是區塊鏈為什麼在台灣很多時候是 拿來只當分散式帳本用 就是他只是在激活層 有一個independent checksum 其實講出來的就是這樣 那所以就是如果農委會修改 傳銷履歷資料 或健保署修改 這個口罩存量等等的話 他不可能逃得過民間的監督 他就一定要講說為什麼當年改了這個資料 但他可能也就只有到這個程度的用處而已 比那個再上去就是你要多個人寫入 多個人寫入還要公視訣等等 這些區塊鏈傳統上的強項 他都是建立在誰也不符誰的這個前提底下 那是在全民健保的例子 因為那個就是健保署的力量實在太大了 所以基本上大概不會有一個人突然冒出來說 我要做全民健保 而且我不要管健保署 就是在台灣是很難想像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別的國家是非常容易想像的 我們有很多互相競爭的保險業者 所以是那樣子的情況下 也許這些保險業者中間要互同一些東西 Smart Contract 專輯 資料分析權 什麼之類的 說不定區塊鏈還有道理 因為他們可以清算的時候 誰也不只是掌控那個清算權 那就是發動權 但是在健保健康存值的例子 以及成效率率的例子 因為很難想像說我要推成效率率 但是我從頭到尾都不相信同學 我覺得他們知道都是假的 就是這個很難想像 所以這個就會變成說 那期盼等於就是 幫助他們要參與者驗證 我去看他的這個生產率中間 我自己可以參與的部分 來驗證說 這個就是什麼參與者共保 就是他所claim的他的生產方式 是正確的 可是到最後說什麼truth 可能還是剩下率 那這個時候 為什麼要我們區塊鏈呢 除了當作就是checksong 就是帳本的功能之外 現在民間有一些差異性是在於說 他們認為他們的區塊鏈 有被政府了 他們第三方 而且他們跟國際是有互相承認 是 例如說 我們農民可以做政府 我覺得也很好 因為成效率率是未來 現階段的未來 政府要大量化頭 因為他已經都單一化這些標章 但是他還是缺少一些跟國際化的一些機會 民間的他號稱說 你不走那一套 但是我讓你 如果是用我們區塊鏈的一個 這些作源認證 他可能可以讓你被某些國家 直接就認同 是這個 像什麼國家 可能就是 例如說 我剛剛提到 有機的話 我們跟美資有簽署 所謂的互相承 對可是那個是作用法層級啊 那不是演算法層級啊 我們跟美日好像沒有簽一個演算法層級 沒有沒有 那只是一般基礎的那個有機認證 對啊 那所以就是說 當然無業很希望可以 就是有演算法 去實踐作用法 就是所謂這個 就是Law S Code 但是以我所知 目前國際 在至少在農業上面 好像沒有這個形狀的東西 雖然也可能我 沒有跟上市 說不定已經有 我這邊獲得的訊息 例如說 例如說有個家家澳定地 這大概都有 他強調他走的是國際化 例如說農民如果走他那一套 一個成效履歷認證 是透過區塊鏈 對 他可能有些國家就直接承認 這個是國際規格的一個成效履歷認證 但是我們國內目前的履歷 還是比較 所在國內的這樣 我理解 我理解 但就是說第一個 我還是不確定是哪一個國家 有在直接把區塊鏈提到作用法層級 據說你的區塊鏈上面有一個 全上或有一個簽章 就相當於 等於我讓這個區塊鏈 mint 我的國內的證書 對不對 它就等於跟一個公鏈簽了類似 連算法過渡到作用法的那種東西 這個 我至少在我有限的對區塊鏈值來講 這是很多鏈權的人想做到的 但是好像還沒有真的做到 那大部分的都是反過來 就是我做人法先有一個合約 那我合約因為我不希望 好像說我跟一個移工簽了合約 但是他來這邊之後 人生地步的時候 沒有律師幫他辯護 所以我把這個合約先翻譯成 這個可能機器刻讀的一種智能合約的樣子 然後我check sum把它放在區塊鏈上 那所以任何人他只要看得懂這個 就是區塊鏈上面這個紀錄 他就可以還原成那個國家語言的法律 所以他只要有法律合約的用詞 可是那個是先有法律合約 就是他先合約先升效率 區塊鏈只是讓他保持而已 保持他的價值而已 那你剛講是相反的是 我先不管合約 我先寫到區塊鏈 這個寫入區塊鏈中 somehow他在某一個關卡領域 自動取得法律效率 這個我不確定是不是存在的 或者它事實上是存在 那我很高興 我們很高興開那個備份 就是他說如果今天是國家 跟國家簽成協議 就是剛剛志文講的 他是有作用法律合約 那剛剛這個區塊鏈可能就是 跨國之間一些民間的一些機構 我想承認 應該是這樣 那可能這樣子的話 他也可以就是說 除了區塊鏈之外 他也可以說 那我就放在一個關門控制系統 意思是一樣的 比如說那是環保標章 所以有一些價值 是啊 所以就會變成是 就是說如果他純粹是民間對民間 那這個中間當然他愛怎麼約定 就怎麼約定 甚至他可以說 我就自己簽一個證書 用PTI 上傳到你的一個可以下載的伺服器 好像叫Adobe Ecosign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Adobe已經有了一個做法 但是就是說他裡面的那個payload 就是那個文資負擔 他有沒有被這兩個主管機關認可 這還是需要就是當地的 玩家領域的法律 好像不是說自動這樣子就生效 我們電子箱子說 它等同於你簽名 但你簽的那個東西怎麼生效 好像還是走回就是民視和約方的那一筆 以我目前的理解 我也很希望能夠直接翻譯回來 似乎目前好像我們還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想做的題目是說 去讓參與式的民間造成的驗證 好像自動可以拋轉到產銷履歷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題目 而且實際上我也認識蠻多人在做這個題目 那如果是他可以取代產銷履歷 或是說他把產銷履歷反向 要求產銷履歷拋轉到這個民間跨國這個系統 我覺得這個挑戰就很大 但是說不定值得做 我只是說這可能後面的誘因機只要想一下 對 因為對大部分人想這等於我等你兩次 等於兩邊都可以管靠我 那我們恩賬EQ 慢慢鎖減就是 不想要大家重複這麼大的 對 對 不想要大家重複這麼大的時間 對 不想要大家重複這麼大的時間 對 我們下一位也有來了嗎 下一位訪客也有來了嗎 這樣 在外面嗎 在外面嗎 那可不是 我們協會現在有一個目標 就是說 今年會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新創團 對 我們目標可能會到100家 或者是一些企業 開始在從事AI的這個導入 或者是發展新的AI事業的部門 那這個我們協會都會去輔導他 那另外的話 就是我們會有一百位的目標 就是訓練出一百位AI教師 就是實情這邊的這個 精修教育委員會在負責 目前應該已經大概有五十位了 然後另外我們想找一百位的這個AI相關的顧問 然後來以後來輔導化這些新創團隊 或者企業來導入 對 我是想說 那個唐正瑋這邊實在是 各個領域都會非常了解 所以有機會也能夠請你來幫忙知道這些新的團隊 對 但是大家有我Email 就是有什麼 屏幕就Email我 Email我都會自己看 都會自己回應 那職位的話 因為我兼職 大概我現在有三個兼職 現在都是國外的 那院長會謙存都是因為有外交移民 那國內的話 我這樣就沒有辦法謙存 對 那我就是來這裡給我來 對 會Email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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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差不多了 對啊 不好意思 那我們最後可以跟聖偉一起 可以照一下嗎 他其實就